有问题 频道很多 很有问题 哇 这个是他们今年的重爆炸弹 好精彩啊 今天 这公司是大家比贵心还贵心 他应该再上去评论也是一个评论 哇 这个很严重 对 是的 好奇哦 是针对于户外运动的就很轻薄成功很快 好 OK 覆盖还挺好的 戴定版 他没有让女生有那种想要用这个防线这样的 这个是他们今年新鲜的美白防线 就可能劣质啊 味道也挺好的 有两样 上班里面有两千万种 这个不设置身体 这个图形都会非常饭碗 稍微把毛多一点 他会非常让的堆 他很舒服 非常好 我觉得他的覆盖也很不错 是的 有美白特征防晒特征 特征外套 王嘉一 整个输掉了 没关系 你拿多少 来 下一个 非常好用 非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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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下一个 这伤道鱼是一个身体乳 又是一个防晒霜 又是一个素颜霜 因为他有美白特征 OK 99一支 99他确实这个 做得到 哇 这个屋里房间的覆盖也太好了 哇 哇 有点贵 但他的覆盖是真的很好 错 很容易被人幸福 就是肖嫩肌肤用的 他品牌力已经是在的 特别适合户外 我不知道是瞬间变眼光 好像男生用的呀 味道好 对 但是这一支是 哇 但是 1960一支 好好啊 这个肤感 这个肤感叫 永远都吃了这个肤感 中文男士专业的一款防晒 然后他的奥分子也是 男生380一支 谁会买 谁 对 对 对 1095 好想 你感激的工商 但他还是会有点黏 他有点引毛孔的感觉 他会有点像装前路 肤感很有趣 但是会搓泥 很棒的 这个是专门做的 面部 也有一支水感 对 不拉肯定会搓 而且他就是肤感的不好 那味道不好 算了 下一个 就是比较的差的 过敏几率会更高 那这个就算了 下一个 这个是新品刚 好脏啊 让他们改包装吗 好的 这个 也就是点点口中的关系 不出来像 蹦迪 算了吧 我们看一下 陈凤伯良老师 那就不要了 这个很好用 那我们就等他 有震的之后再上 再说吧 好 来 下一个 来 下一个 下一个 他真的很好 他非常好 我也没有事 等一下过合法 合法过不了 可以打掉的 你们等一下准备他打电话 幸福来电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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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开始be off了 那我们先选 会吧 会 前面的都是货席可以保存 对不对 这个是只有几百万对不对 嗯 先be off 两次来看 这个我可以去聊聊 他买封面 那你下位置 好 好 是这里 这个 这个不要 好 好 第一个问题 花锡子 所以他日常跟大户子都平衡 现在打电话不问 完全卖不懂的 那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吧 按热纱 我做好过 missing 花锡子回复 打电话呗 哇 这两个 我在身上 先带电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有权利 一家权利 这个就是一家权利 一家权利 一家权利 我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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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欢的 谢谢 好的 那我们去送简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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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已经拿到了上次送往实验室的一些检测报告 我的天已经有80多份特别厚的检测报告已经拿到了手上 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公司的QC老师和全品老师 然后帮助大家一起去更了解防晒霜霜他们检测下来的一些结果和问题 然后同样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一特别嘉宾就是上海独理协会的秘书长陈博士来到我们的那个视频当中 然后也帮大家一起来深度解读一下这些产品他们有什么问题 欢迎陈博士 好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我们公司的QC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次进行了哪一些的检测 在我们的防晒品类出审中其实已经根据产品的一个品牌利益 产品的使用体验 嗯 以及它的一些配方成分技术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筛选 是 然后在初审的同时呢 我们也根据这个做了一个合规的一个初审 那合规的初审包括我们审核了品牌方提交的一些防晒剂的含量报告 是 防晒尺数的报告 以及一些产品的基础安全性报告的 了解 然后我们让我们的QC老师帮大家带来补充几句 我们关于防晒的检测的一些问题 好的 我们这次防晒其实主要分为了三个不同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测试它的理化性质看它是否稳定 是 测试了按照国标方法测试了耐热耐寒 第二个呢我们是测试了防晒剂的含量 因为防晒剂没有按照规定添加是属于不符合法规要求 是 如果是添加多了或者是添加少了 那可能对它的防晒指数是有影响的 和产品照顾有影响的 是的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是根据配方 每一个配方的成分 可能会带入的风险物质进行分析 然后对每个产品安排了不同的风险物质的测试 了解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分为四个组 同我们的贵价组以及平价组 以及中等和我们的身体防晒 四个维度来看一看我们的报告都有哪些问题 来吧 第一款 这是第一款 带科防晒 老师你看一下 各项指标都是不错的 所以没有问题 带科通过 好 来下一个 带科防水防晒 OK 两个是 一个是防水型 一个是经典型 所以老师这款防水有什么问题 这个指标也是不错的 没有问题 好 防晒霜 所以老师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还是有点小问题 这个防晒剂的含量好像有点偏低 防晒剂的含量偏低 就表示它的防晒能力是弱的 有可能 哦 就是它含量不足 比标签的含量稍微要低一点 要求是不低于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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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但是实测数字是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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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 那这个就带定 来 下一个 addiction的有个防晒 所以老师这个防晒怎么样 这个各项指标也都不错 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好 通过来 下一个 这是%的防晒霜 这一款呢 防晒剂含量还是偏低一点 所以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指标要求% 那这个是不到%的 了解 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带上一个 对 对 好 收利盒 各项指标都不错 好 来 通过 课也是 指标也是过的 这个是大家买的 非常非常不错的 面部防晒贵家产品 当中的产品 确实各项指标也都非常好 都OK 都符合 好 蓝扣小白管没问题 下一个新款 厚的防晒 这款各项指标也都合格的 暗泡子防晒霜 这是油皮 一定会买的防晒霜 这个都没有问题 伊利斯尔 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 也是伊利斯尔的美白防晒 也都符合要求的 GIFSA的白瘦子 各项指标也都符合要求 哦 哦 还有问题 有一点疑问 这款有点疑问 有一种化学防晒剂标签里面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减出的 所以就是它里面有没有标出来的 以含有的成分 对 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 你添加的防晒剂是必须要标注在标签上面的 是 这是一款抗帽产品 所以这个存在一些疑问 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复合 了解 但是那个防晒剂是正常的防晒剂还是 对 是可以用的防晒剂 可以用的 只是它没有标注在标签里面 但是我们检测出来了 哇 这个是他们今年的重磅炸弹呢 行 我们再审核 下一个 老师蓝蛋 各项指标也都符合要求 EFSA的焦嫩肌肤防晒霜 也是都符合要求的 都符合要求 就焦嫩肌肤很适用的一款防晒霜 然后下面一个是苏蜜 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苏蜜的另外一款 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 好的 YTIL藏金系列的防晒 也是符合要求的 张律师 这一款是真的特别受女生们的欢迎的 因为它又可以服用肤色 又可以有很好的防晒效果 所以也是符合要求 也是符合要求 阿玛尼 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 好 EFSA防晒水 因为性价比很高 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 好 来 下一个 安若莎小金瓶 这也是市面上卖的非常好的一个防晒霜 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 小粉瓶 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 我们的国货 也是各项指标符合要求 一酥抗老黄晒霜 这么厚的报告 检测指标都符合要求 好 这么厚的报告了 所以很少会做这么全的检测报告 黄晒霜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配方 没有含有的 就是配方检测出 没有在标注上含有的成分 对 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刚刚 跟另外一款也是类似的 同样的化学物质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复 这个物质是大家不会写 还是就特意避免写这个物质 不是 这一个它应该是说要添加 但是我们没有检测出来 就标签上面有 但是我们没检测出来 那个是标签上没有 我们检测出来了 对 这个是标签上有 我们没有检测出来 对 这都属于标签不符的 好 这一步复合 来下一个 温语诺娜 清空水感黄晒霜 各项指标没有问题 合格 来 下面 地加图 这个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好 黄晒剂有点偏高 它的标准是 然后我们检测出来是 那这个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它会导 所以在 它是有严格的一个限制规定 我们从安全性出发 所以我们还需要进行 重新再检测一遍 虽然高了一点点 但是我们还是要 重新进一步地去守核一下 是的 好精彩呀 今天 这一款也是有类似的问题 很有问题 含量检测也是偏高 也是某一项淘晒剂偏高 对于某些化学成分的障现是 它偏高很多耶 非常多三倍到四倍 好 我们再跟品牌方沟通和 我们再去复查一遍 下一个 Misting 专业做防晒的品牌 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防晒 各项指标符合要求 安基辛尼 防晒霜 各项指标符合要求 small的一个防晒 指标都符合要求 诺威亚防晒 你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 嗯 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 嗯 而且他收到的麦色律400 两样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missing 找毛毛 各项指标都没有问题 果然啊真的 在行业屹立不倒的 优加防晒 专业做防晒的品牌 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 hatch 这款也没有问题 花溪子防晒 骨货 都没有问题 这个有一点小问题 哦 啊 呃 有任何的残留容积的 是的 因为这是禁用的残留容积 所以这个残留容积 会导致 会导致呼吸系统的一个损害 有可能 而且他的这个标准 应该是超过 应该是不多减数 那是不是可能会 比如说有批次问题 还是这么火的防晒霜 他应该在上市前 应该有自己的检测 是的 所以我们还会 就是送检不同的机构 然后再去符合一些 好 比之前的隔离防晒润 这些指标符合要求 安热纱的精华防晒 指标的符合要求 那欧莱雅小银管防晒霜 这个产品没有问题 欧博来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埃里 符合要求 在市面上非常多年的防晒霜 埃里樱花 符合要求的 没问题 我这款有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 标签标注的含量 低于申报的下限 对的 另外一个就是偏高 高于申报的上限 要求是 是 是 两倍 所以这个也是 如果天伤量过高 会对于副系统有一些问题 对吧 这个不是 这个是反晒剂 它就是没有按照自己 特证的时候提交的资料 进行添加 所以的话 如果是按照法规要求 它可能是 按照没有申报的产品 进行来处罚 所以是不符合 我们的法规要求的 这个很严重 对 是的 防晒 这款产品也是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跟上这个一样的 偏高超过时增报上线 所以这个也是刚刚那个问题 对 同样的问题 下一个 这个问题是残留溶剂 残留溶剂 需要再复合一下 残留的非常多的话 它会出现的问题是 就是本的话只是致癌的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物质 是 好 不通过 下一个是我们的70号 物理防晒剂 氧化芯 标签像是没有标的 实际上是剪出了这个成分 也是标签没标 然后我们剪出了这个成分 这也是完全不合规的 在中国来说 下一个是我们的高资格 户外防晒风物 这款产品的指标 也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合格 好的 来 最后一个 Murad防晒霜 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 合格 好的 那所有女生买我们的 这一次速简的82份材料 其中也大家刚刚看到 有非常多的不合格的 而且可能是市面上 大家都曾经买过 或者是现在特别火的 那些防晒霜 所以希望通过这套视频 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 其实买产品第一个 我们要是买特会渠道 第二个我们一定要谨慎 谨慎再谨慎 嘟嘟做功课 因为每天要去用的 和要去涂的 包括一些防晒喷雾 要去喷 然后可能会吸入到体内的一些产品 我们一定要严格在谨慎 好的 那所有女生们 希望这条视频 可以让大家更了解 哪些防晒值得买 哪些防晒 我们需要再考虑考虑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夏天的时候 不被太阳晒伤 然后不被太阳晒了 最主要的是 让大家买到安心的产品 好了 那所有女生 我们会帮大家在最后 填一张图 希望大家可以截图一下 然后多多帮我们转发 多多帮我们留言 多多帮我们点赞哦 那我们下条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